如何判断心生儿是否吃饱? 当宝宝有这些动作,就要停止喂养了。 一,摇头放了,对母乳失去兴趣,这点可以说是很明显了。 一般来说心生儿饿的时候,注意力全都在母乳上,什么东西都不放在心上,可以说是两耳不闻窗外似的。 如果宝妈尝试着把小家伙挪到一边,她会马上蹭过去,要喝奶,很是可爱呢。 但是当宝宝吃饱的时候,会摇头晃脑的,注意力也会发生转移,弯门声,走路的声音都会吸引她的目光。 小脑袋可今往生夜发生出转,想要看看是咋回事。 这样的小动作,就说明我们的宝宝已经吃饱了,宝妈可以停止喂养了。 二,朝开乳房状况,宝妈喂养亲生儿一段时间之后,会逐渐发现孩子吃的多少和自己乳。 乳房的满肠程度之间的联系。 当孩子吃饱的时候,乳房的状态是可以观察到的。 宝妈要注意观察一下,如果用手按一张乳汁挤出,就说明孩子还没吃饱。 当然宝妈根据自己孩子的日常表现,自行限定标准即可。 如果宝宝有段时间可能吃的话,那说明宝宝可能进入了猛长期,对营养的需求较大。 宝妈不要怕辛苦哦。 三,兔奶或者义奶。 由于亲生儿的温容量较小,并且呈水瓶状,如果宝宝一次性吃的太多的话,很容易出现云奶的情况。 宝妈不必过于担心,只是将宝宝直立起来,头部放在自己的肩上,轻轻给孩子拍背,这样的话会缓解症状。 但是宝妈一定要注意不要再继续的养了,因为宝宝已经用实际行动告诉你,她已经吃多了。 如果亲生儿经常性吃的太多的话,很容易出现过度喂养的情况,大变成水瓶变。 而且体重和身高的发育不协调,长此以往会影响宝宝的正常发育,出现发育痴患的情况。 所以宝妈一定不要过度喂养宝宝,并不是吃得多就对孩子好,按需喂养才是新生儿的正确喂养选择。 也要尽量使用母乳喂养宝宝,母乳对于新生儿来说,是最好的食物,如何判断新生儿是否吃饱。 当宝宝有这些动作,就要停止喂养了。 在生产后的第一年,无疑是众多宝妈感觉最累的一年,但是努力并不是没有生货。 相信宝妈看到新生儿宝宝,一天一个样的,则长大,心中的喜悦和满足也是十分强烈的。 祝愿我们的小天使,都可以健康,快乐地成长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